嗨嗨 我是Josh 今天是這個頻道第一次出現的主題 來開箱球衣 會拍這個主題呢 是因為我有朋友抽到這一件 這應該是 亞利克的雙屍實戰球衣 是他借我拿來拍個開箱 他收到的時候 還很興奮的問我 我最近比較少在看 亞利克強不強啊 我就回他說 就一個零勝五敗的羊頭啊 還好啦 至少現在勝頭也開張了嘛 而且這一件比較難得啊 蘇智杰或其他球員的 你以後都還可以抽 亞利克的搞不好明年就絕版了 那想說今天開箱這一件球衣 就順便拿來跟我以前買的幾件大聯盟球衣 來做個比較好了 不過我也不是那種很專業在玩球衣的收藏家啊 只是有買過幾件而已 大聯盟的球衣有分不同的等級 我就講我買的就好 像這一件 教室隊金寶的球衣啊 教室隊金寶 這一件大概就是 大聯盟官網上面 大概110塊120塊美金的等級 我覺得這個價錢 對我來講就已經蠻高了啦 因為平常 穿球衣的機會真的不多 所以我也不會去買那種 兩三百塊美金的等級的 這件還是我趁特價的時候買的 我買這件球衣的時候 金寶已經確定轉隊到紅襪了 所以有買一送一的優惠 送的一樣是轉隊的球員啊 那我又很喜歡小熊球衣 胸口的那個小熊圖案 所以就挑了這一件 STARLING CASTLE的球衣 他那個時候是轉隊到陽姬 那等一下再來 細看這兩件球衣齁 今天要拿來比較的球衣還有一件 就是這一件 美國隊長 DBRIGHT的球衣 我先幾天開直播 在當鋼鐵美國本的時候也有穿嘛 就是這件球衣 我要認真的 我要認真的 大家有沒有看到這件衣服 知道這是誰齁 美國隊長啦 美國隊長DBRIGHT啦 美國隊長 美國隊長 就靠這一件啦 跟你講美國要贏了 這件也很特別 不是買的 是去大多會的組場看比賽送的 我那個時候那張門票 才買13塊美金而已 就是400塊台幣 就可以看一場大聯盟比賽 還送你一件球衣 超划算的 大家如果有要去看大聯盟的比賽啊 可以先上各球隊的官網 去查一下他們哪一天有送東西 然後再挑那場比賽去看 我以前都是這樣做啊 這樣真的還蠻划算的 好 那我們就先從大多會這件球衣 可以開始看齊好了 我們先看到 胸口這個Mass的圖案 它是印上去的顏色而已啊 然後它的材質非常非常的輕薄 就像是一般的那種排汗衫 只是它是做成球衣的樣式 它這種材料 你就算在台灣穿也不會覺得熱 它非常的涼 然後我們看到右邊的袖子 上面有一個這個應該是贊助廠商的標語 或者是logo之類的東西 因為這件衣服是去看球送的嘛 所以會有贊助商的一些logo 然後我們看到背面 背面就是名字跟背號 讓大家近看一下這個名字 大家也看得出來齁 這個一樣是印上去的顏色 我是比較喜歡那種有立體感的啦 這種印上去的顏色就非常的平面 然後這邊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這件球衣非常的大 它雖然是XL 但是美國人的XL 對台灣人來講真的非常非常大件 不過畢竟是送的嘛 所以也沒得選擇 再來我們看教室隊這件主場球衣 我個人非常喜歡教室隊這件的配色齁 深藍色跟金色 我覺得配起來非常好看 然後大家看它胸口這個對名啊 這個就不是平面的喔 是秀上去的 質感就是比剛剛那件好很多 再來它衣服的材質 是比剛剛那件大都會的稍微厚一點點 不過它還是一樣很透氣 所以你就算是在台灣夏天穿 也一樣不會覺得熱 再來衣服的角落 還有這個cool bass的字樣 這件我真的還蠻推薦大家買的啦 因為這件的價格啊 或者是 穿起來的舒適感 我都覺得還蠻不錯的 背面呢就是Kimbrough的名字 以及它的46號背號 但是大家如果細看的話 會看到有一些線頭 好像有點跑出來齁 這就是我覺得稍微可惜的地方啊 因為這件我也沒穿很多次啊 但是它的線就是稍微有點脫線了 接下來 小熊隊的這件球衣 重點當然就是胸口的這個logo啦 不過大家應該也有注意到 它的線還是稍微有點脫線的跡象 然後讓大家看一下這件衣服的size 我身高176公分 我在買這些球衣啊 都是買M size的 如果買到L會太大件 會非常非常的大件 大家一定要注意 美版的衣服就是比較大件一點 球衣的實穿可以看我之前去春訓拍的影片 我這些球衣也都是M size的 可以看到我176的身高 穿M size的球衣 其實下排就已經有點長了 再穿到L真的不能看 衣服的材質就跟金寶那件一樣 就是比一般的排汗衣稍微厚一點點而已 還是一樣很涼爽 然後背號跟名字也都是秀上去的 所以都比較有立體感 還有我不知道秀上去的這個材質叫什麼耶 是...叫塑膠皮嗎 還是叫什麼 大家如果知道的話 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跟我講一下 最後到了亞歷克這件雙獅實戰球衣 我們先來看一下它的材質 這件球衣的材質很薄耶 它比教室隊那件 還有小熊隊那件都還要更薄 跟大都會那件還蠻接近的 就是非常非常薄的排汗的材質 然後我們往上看 看到正面的這個號碼 這個竟然也是印上去的顏色而已耶 我原本以為實戰球衣應該會是用秀的 結果它只是印上去的顏色 所以就只是平面的49號 再往上看到這個Lions 也完全是印上去的顏色而已 然後上面一樣有這些贊助廠商 瑋力雜醬麵啊 劍大輪胎等等的一些LOGO 左邊的秀指還有這次雙獅合作的LOGO 這個是還蠻好看的啦 不過它如果能夠用配取直接秀在上面 應該會更有質感 再來看背面 我第一個感覺就是 這個名字跟背號怎麼這麼小啊 然後背面一樣 就是所有的圖案都是印上去的而已 不論是這個Lions啊 49號 或者是最上面的雅力克的名字 全部都是印上去的圖案而已 這一次這四件球衣比起來呢 我覺得雅力克這件雙獅實戰球衣 大概跟大多會主場免費送的那一件 等級一樣而已 沒有到下面小熊隊 跟教室隊這兩件球衣的等級 加上我也比較喜歡背號大一點的設計 所以如果真的要買的話 下面那兩件還是我比較喜歡的 那麼今天的球衣開箱也差不多到這邊 我們下次見 掰掰